以青春无悔换来山河无恙 他们是人民的英雄 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如今繁华盛世如你所想 作为国产战争片的天花板《它来了》 它是今年国庆最火的电影 它的热度来自于民族情怀 来自于普通人对历史的关注 也来自于大家对演员的期待 它不只是一部电影 还承担着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作用 吴京和易杨千玺的演技扛住了 不止他们二人哭了 观众也哭了 这次他们会刷新票房的历史吗 哈喽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宝宝们有没有更爱小编呢 反正小编一心向明月 上天可见 继续带领宝宝们前往吃瓜第一线 由陈凯歌林超贤和徐克 三位定级导演联合指导的长津湖 他于9月30日上映 当天还属于工作日 但是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朋友们 在9点30分涌入影院 却支持中国这部战争剧之电影 此片播出后好评如潮 片长足足有176分钟 却仍然让观众们意犹未尽 长津湖迎合了国庆的主题 以即时历史的视角 讲述了当年抗美援朝的事迹 如今的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没有经历过先辈们经历过的艰苦 却也有一份情怀 在一些影视作品的演绎下 也产生了民族共鸣 长津湖的阵容堪称豪华 有吴京 易洋千玺 段奕宏 朱亚文 李晨 胡军 韩东军 张寒宇 黄轩 欧豪 唐国强 等一大批的一线演员 特别是吴京跟易洋千玺 这两位在电影中露脸镜头 比较多的演员 又被网友们夸赞了 作为实力派演员 吴京的演技一如既往 而作为娱乐圈中的流量楷模 易洋千玺这一次的表现 更是突破了他以往的作品 角色 截至到目前为止 长津湖票房已破28亿 而这个数字仍在被高速突破 口碑上更不用说 不仅频上热搜 更有网友在关后亲身体验 英雄们啃土豆的艰苦 而更多的观众则是在社交平台上 写出了自己最真实的观感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 长津湖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 整个影片是围绕 长津湖之战展开的 1950年10月19日 志愿军正式跨过雅鲁江 从此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第一次战役 志愿军把美国联合军 从雅鲁江达到了青川江 粉碎了美军感恩节回家过年的美梦 美军战败之后不甘示弱 迅速发起了第二次战役 他们调集了重兵大举进攻 望向一雪前耻 这时为了遏制美军的猖狂 第九兵团在1950年11月 被紧急调入朝鲜作战 而第九兵团当时长期是在南方作战 他们穿着单薄 在临危受命之时 由于美军已经发起疯狂进攻之势 他们根本来不及等待免疫等物资 便直奔了战场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枯寒的地区 夜间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0度 当时很多志愿军们都被活活冻伤 甚至不幸牺牲 据历史记载 长津湖之战 志愿军歼灭敌军13916人 美陆战医师冻伤了7700人 冻死了数百人 整个九兵团冻伤减员28954人 冻死了1000人 冻伤严重不治3000人 冻死共4000人 这场战役从1950年11月27日 打到1950年12月13日 整整经历了17天 在如此恶劣艰苦的作战环境下 再加上与美军悬殊的作战装备 我们的中国军团第九兵团 却依然把美军打得节节败退 这是怎样一群光辉又伟大的战士们啊 说到这里 小编已经忍不住哭了 山河无恙 无备当自强 长津湖全程没有采用绿幕 而是在户外进行实拍 过程相当艰苦 真实的气温零下几度 而且所有演员都不可以扎戏 不间断的拍摄 成本投入相当大 吴京夸易阳千玺小小年纪很能吃苦 而所有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 才创作这部长达近三个小时的佳片 长津湖的细节很抓人 吴京与易阳千玺的兄弟情 以及与战士们的战友情 没有一点煽情 却十分朴实动人 片方邀请了王树增担任历史顾问 电影有一个小时的战争场面 长津湖周围围绕着无数冲山军领 可以说地形险要 15万人躲过对方侦察机的搜索 悄悄潜入后一点一点艰难前进 爬雪窝喝血水 从人物塑造来看 整部剧的主角其实是杨千玺 因为大部分人就是从五万里的视角来展开看的 千玺塑造的五万里具有明显的成长线 从最开始他就是一个孩子 看着哥哥五千里 他萌生了参军的想法 这个江边的野孩子 一开始能被信号弹吓一跳 在经历一次次战斗后 他变成了坚强的战士 看到战友牺牲 第677名战士 五万里眼中满是泪水 但依然保持着那一份坚毅 这一刻 他明白了作为军人的职责 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 明白了保家卫国的重要性 以前看一阳千玺这孩子 演的大多是青春戏 基本上是和同龄人一起演 这一次千玺在这么一大群前辈面前 能演成这样 不得不说 他证明了自己就是一个演员 因为人物关系设定如此 一阳千玺和吴京的戏份都不少 而吴京作为本片认证的男一号 再次展现了自己身为国内影视圈 硬派男星的魅力 从战狼到金刚川 再到长津湖 吴京已经成了国产电影的一个标志 只要有他出演的影片 票房都不会太差 观众甚至已经有了 有他出演的电影就看的普遍共识 不是把功劳全部归于吴京 而是他切切实实改变了中国电影 目前他个人票房在150亿 在长津湖后突破200亿不成问题 在所有配角中 硬汉派演员胡军一出场 就展现了老大哥的气场 不管是现实中还是电影中 他这个人就是拥有大哥的感觉 而雷公这个角色让他演 可以用一个绝字形容 尤其是他牺牲时那一句 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 很多人直接破防了 这也是电影的最大类点 不得不再单独说一下易烊千玺 从一个小渔村游手好闲的不良少年 到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成熟战士 吴万里在短短时间内 就完成了质的蛻变 他的成长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 着实离不开千玺对角色的 仔细揣摩和细细雕琢 最让小编印象深刻的是 易烊千玺在影片中的五个眼神 这五个眼神的变化 恰好能够反映出角色内心的变化 第一个眼神 五千里回乡探亲 恰好在路上遇到了弟弟五万里 他此时正在和船公争论 带领着几个同村的伙伴 朝船公扔石头 易烊千玺在此处的眼神 充满了乖张不羁 十足一个混世魔头的模样 第二个眼神 万里认出了哥哥 眼里立刻有了光 千玺先是睁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敢相信 然后立刻喜从中来 跑着去跟爹娘报喜 第三个眼神 五千里给爹娘说着 明年盖房子的计划 明年二月二动工 到时候盖起大院子 再给万里说个媳妇 此时的他正捧着碗 倚着门框吃饭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嘴角不禁露出微笑 千玺的眼神中 有着小南海的羞涩 也有着对即将成长为男人的期待 第四个眼神 五万里在火车上被罚站 下一秒钟火车穿过崇山峻岭的长城 他眼前是一幅绝美的山河画卷 此时他的眼神已经不再是当初在村子里时灰蒙蒙的样子 而是视野开拓后的一次重要改变 此时的他似乎才明白 原来世界有那么大 第五个眼神 在炸毁通信塔的战斗中 五千里和敌人短兵相接 双方互相牵制陷于胶着 此时他持枪进来 但是他在此之前还从未开枪杀过敌人 所以他的眼神既有对哥哥的关切 也有对自己枪法不自信的担忧 其后五万里手刃了一名敌人 这是他第一次杀敌 他眼神中的飘忽变成了坚定 他也从一个菜鸟变成了战士 吴京赞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演员 胡君说他虽然年纪很小 却是一个做演员的了 朱亚文夸他灵光 更开心地表示 终于有机会跟千玺弟弟合作了 出品人宇东更称他是一个天才演员 在小编印象中 最深的一场戏莫过于雷公牺牲时 因为他既是千玺的上司 也是除了爹娘和哥哥最疼爱他的人 一直悉心地照顾他帮助他 可是这样一位不是亲人 圣死亲人的人 突然倒在自己的身边 他无法相信也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当所有人都凑过去并且大哭时 只有他站在人群后 但是悲痛却从他的脸上 逐渐发散开来 不相信 惊讶 麻木 悲痛 最终崩塌 可他并没有大哭 而是垂头看着雷公给他的护目镜 众所周知 千玺以TFBOYS组合身份出道 在音乐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后跨界影视圈 读高三时凭借长安十二时辰出圈 继而以《少年的你》 横扫各在电影奖项 到了《送你一朵小红花》里 他的演技已经收入自如 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敬业也是获得导演和制片人 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出品人于东透露 《长津湖》一共拍了八个月 前期期间只参加了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 其余时间都在剧组 零下几十度的片场 他经常困到作者都能睡着 可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哭 也没有喊过一次泪 演技好 人品好 拍戏敬业 颜值又高 一阳千细 资源逆天 大红大紫是有理的 而《长津湖》票房口碑爆棚 也将助他在2021与2022年 磨扫各大电影的最佳男主角 宝宝们 你们觉得呢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